陳偉良30歐 選擇直接蓋掉 他也算是一個 依我們這幾場轉播下來的陳偉良也算是我們Traten的常客 那我看他就是算是滿中規中矩ABC的一個玩家 不太會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鏡頭上出現了一個我們熟悉的玩家Tom de Wong 喔 毒王來了 毒王非常喜歡延遲買入 他覺得不要浪費時間 也很有可能是剛睡醒喔 那這次 這是這個 慈善豪客賽 那是由我們的 Traten的大家長 Paul Farsh 邀請我們的Tom de Wong 組成了一隊 Businessman和Pro的 一個組合 看一下我們的Tom de Wong 在層次的幾年之後 在今年會不會在 最高買入的一個比賽上 這把彈軒應該是要順利的翻倍 拿到什麼成績啊這把彈軒應該是穩了 非常的OK OK OK 3票 COP COOP 哇 沒有欠 很難得看到Tom de Wong 在打一個長牌的比賽 對 他智不在此 果然直接是上 第一把牌就直接 20個大王直接上 就很像是毒王的作風 我管你的 就上來就幹了 先搜 先搜底再說 對 這樣我們的盲處級別是來到5千1萬 上來是20個大王 看到一個K10直接上來就幹 不太含糊就 毫不猶豫 真的是毫不猶豫 真的是毫不猶豫 好我們的布克森 12.5個大王 應該會選擇直接all in 當然他選擇要open 其實也不是不行 那他 因為他籌碼比較少 直接all in 應該是一個比較正確的策略 他的第一發就是S Queen 輸給對手的 A9 那這把S Queen看得不能順利的過關 只剩下12個忙了 那這裡的 Queen Wood在 觀煞位 31萬9千的前排 這比較尷尬 後面還有三個人 如果他在 忙住的話 應該是一個 比較好跟 就跟之前我們遇到的狀況比較類似 像我們這邊的Rusher這邊 有可能Pocket 5應該就是要跟了 畢竟12.5BB的話 呃 是一個蠻適合 應該是可以跟住的 Pocket 5雖然有點邊緣 可是 OK 選擇一個reserve all in 一個flip 好我們的布克森 第一發S Queen出局啊 那這發的S Queen 被我們的Lukas Greenwood 拿走了一張Q 又少了一個out 十歲只有五張out 可以買 這是一個一根針的遊戲 看一下有沒有出現 誒 來到一個翻牌 你一定可以讓我知道 或什麼嗎 對 確實 拿外加的球馬都不算是很健康了 不算很深 不算很深 目前沒有任何的幫助 只剩下 OK 我們的Vergerson第二發 再度出局 Vergerson兩次都是死在A圈的時候 對 兩把都是A圈死掉 對 兩把都在那裡 對 我想要資料嗎 對 你們要告訴我 對 我想要資料嗎 對 我想要資料嗎 對 我現在要考慮這個 對 我現在要考慮這個 對 我現在要考慮這個 好 我們的Hacklet 許久不見的 海格 在槍口的位置 選擇用A5的 A5的 梅花做了一個加注 Peters K圈選擇跟注 啊 這裡TOM的A勾 在小盲位置 應該又是一個 應該是要選擇All-in 就像簡單的一個選擇了 他剛剛K10都能推出來的話 那S-Jack 銅花 前8%的牌應該是 更會想要來All-in 只是現在比較尷尬 Hanklin是在UTG Open 他的 他會考慮的是 對手 的Open的Range是比較好的 那這邊如果要選擇All-in的話 應該是考慮到 我還是果然推出去了 因為這個牌已經太大了 對 這個牌真的是 而且是 在莊惟已經有一家跟注的情況下 秒蓋 A5秒蓋 Davidus 看一下他的K圈 面對TOM TO WANG 他也知道TOM TO WANG 是一個打得很鬆的玩家 但是他的K圈 在這裡 還是面對了 這手範圍還是比較落後的 對 因為畢竟對手 對他 他All-in的對象有體積嗎 那畢竟不可能還是推 不會推太爛的東西 又是一手牌直接拿下6萬 兩手牌 就做了兩次翻前的動作 就已經從20萬達到33萬了 應該依然是差不多30萬左右的籌碼 應該依然是差不多30萬左右的籌碼 雖然其實他前面算是...真的是good fall 做正確的事情就對了 對上Thom to Wong看一下只有拍 20個大貓 那我覺得應該會是一個抵抗啦 應該會是一個跟注 因為畢竟對他button的range A6還是大的 好 要是來了 那秒call 這次當然就是被秒跟了 好 因為譚瑄這裡是裝衛了 裝衛 20個BB A6雜色 稍微多了一點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能開出一張A 讓我們的湯端方便 圈子吃 目前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River King 超女王 謝謝 好 我們的湯端方便 來得快去的也快 好 我們的彈學一下子又爬上來到60萬 60萬 我的最好的朋友 I think they let you because of them Pankton 跟住 Pocket 5 BOOM Dominated KING 5 KING 5 他可能是重法甚至非常少啦 只剩下7個大盲而已 6.5到7個大盲 又丟了一個大盲 而且是面對的是一個裝衛的一個 對 K5紅心 面對裝衛的一個 就是一隊伍已經很大了 這張紅心8 算是來得蠻好的 好 沒有進走 我們HANKERNGG See you later See you later You want this? 目前我們這場比賽可以看到 No 93手買入 還剩下50多位玩家 那麼現在應該是截止買入 好 再看我們的UTG 這邊拿到了一個Ace Queen 銅花 有效籌碼將近40個大盲 這邊選擇一個標準的一個家族 2萬8 我們PETERJETTEN 這邊 在6人做這個40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適合 直接ALL IN的牌 那這個Ace Queen應該也是一個 Easy Call 對手剛好是20萬左右 Ace Queen 銅花 百分之前五的這個牌力強度 我們剛剛看到場上有另外玩家拿走一張梅花A 所以我們的UTG少了一張A的Ace 讓PETERJETTEN的勝率會稍微提高一點點 WOW 翻牌直接擊中一張Queen 好 也是中了兩張 我們PETERJETTEN就這樣出局了 看到我們的StrandBorg已經是有70多萬的積分牌了 在觀沙位 Polek A2同色 那選擇做了一個ALL IN 選擇一個ALL IN 大概是12個大盲左右 大概是12個大盲左右 所以的 所以咋 A3 A3應該是跟不太聊 RUSER是沒辦法的 RUSER這邊太大了 秒CALL了 那選擇跟住 那他的A2就很尷尬 3張出牌 3張出牌 你要小心不要被疊掉 A勾是很難 很難 勾的踢腳是很難被蓋掉的 所以如果沒有擊中的話 這裡是比較艱難 對 除非開始雙疊牌 不然我們的PLUG可能就GG了 看一下 我們的翻牌會不會出現疊牌 會直接出現一張2 目前是沒有 那有點尷尬了 基本上是走遠了 也沒有出現疊牌 Polek Benjamin是直接 沒怎麼打 沒怎麼進入到 翻後 對 感覺他今天也是 沒有牌 沒有什麼牌 沒有牌 真的沒辦法 之前的黑山戰 沒有什麼 機會去表現 因為一直都沒有什麼牌 整體的 整體的一個牌路 是比較的 下風 好 這首牌啊 撞到了 專位對上小毛 直接是七七對上九九 那這裡 是 要跟住的 他比拼了 300 我猜是300 你猜是阿托納嗎 阿托納 你猜是阿托納嗎 我猜是阿托納是一樣的 我猜是他 你猜是他 阿托納是場面 阿托納是場面 他說 阿托納是場面 阿托納是場面 阿托納已經認住了 但他還沒有比 阿托納是 啊 不 不 目前 合五六 A 这手牌我们的Ruthers是 没有任何的击中 一对其实输给了 里的一对九 这是一个很好的 可以从这些高手身上学到不少的东西 感觉两次在击球岛和黑山的解说之后 哪怕只是做幕后的一个解说 但是水平也是拔高了很多 有学到很多很多好东西 这位牌在观煞位 选择加持之后遭到了一个Olin 我们的LL大神 K圈同色 直接 因为他的筹码是Cover到后卫大盲卫和Cutthof的 所以他相当于是在这边是直接 Oh nice call Oh Nice left 直接用了一个K圈同色做了一个call 这样就A5的气牌 A5一定是call不动的 抓得非常巧的一个范围 这里对手是在做了一个比较强力的剥削 强力的一个剥削 但正好撞到了被压制踢脚的 现在一个目前还不容乐观 翻前的一个三张go out 依然是三张 直接这手牌是输掉了接近30万的筹码 两边等于筹码几乎是互换了一下 两边等于筹码几乎是互换了一下 直播做 Headrick位置的Diverse拿到了一手K狗杂色 他的后手还剩下179000 直接选择了做一个all in 10个多一点点 11个大盲 179 因为拿到了同样的一手牌 花色互换 花色不同 嗯 目前是有329000的筹码 11个大盲 蛮边缘的 最后一个 计时卡 开始 小卷毛 小卷毛 这是豪课赛长扣玩家 后 他主要他后面还有两位 小卷和大盲 还是选择该牌 对 那这里10时 秒call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玩家是比较紧的 10时 对上了K狗 1个 看一下 转牌是A85 安全 1张2 继续顶住 带给我们Diverse的是 依然只有6张出牌 看一下盒牌 并没有发出来 那么他是直接被淘汰 在第58名 这个时候应该是没有办法再一次买入了 可以看到 这手牌 前之围都没有拿到什么牌 哦 中卫的是K圈 方片 后手还剩下20万2000 那么这里 其实作为一个直接全全下也是可以的 不用太简单的做一些 啊 那这里 两个人 55也是 这里A10也是可以call的 甚至是顶着两家都可以 55刚刚有翻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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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是只剩下2万多 对 现在是收下一个底池应该是 拿之后牌 大毛尾 大毛尾 本身已经付出了16000 那么他要去 拿一个10 19万 不到 他是可以 因为他可以考虑自己的认知 对象 庄位的这位玩家 他 他是领先两位的 对 我就说他在不知道对手的那个情况下 因为小盲位 他是用自己的那个 当然BB数也很少 对 因为你要想的是 A10这手牌 如果单队上一个庄位的一个这样子 一个BB数的all 其实他A10是 绝对领先 绝对领先 绝对领先的 那么小盲位只剩下9万3000的几门牌 所以他可能会拿一些 非常宽的范围 嗯 去 恐怖已经是其中最 比较好的 对 这样的话是 圈K在flop上是击中了圈 但是有一个 A10是有 转牌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直接收掉两家 Linus Love 是用一个A10 在大毛尾的 完强跟左 直接收掉两家 其中一位 对啊 我们的 我们的 Strand Book 是之前还是非常深的嘛 一度是有打到70多万 嗯 然后 两 两手牌 全都是被 全都是被他干掉了 镜头给到来自我们中国大陆的谈选 刚刚也看到就是 在之前的表现当中 谈选也是成功为自己圈倒了不少粉丝 但是好像本来人气就不错 蓝桌 目前盲桌基本是来到了1万2万 成为K2方片加注到了4万 小毛尾拿到了A9 是直接Shop了26万 这里是10多个大毛尾 嗯 那我们的 大毛尾啊 其实K圈在这个位置面对 又是 又是敏感位置 中央位小毛尾大毛尾 这里K圈也是可以做一个 A9 对 果然是做了一个A9 那 麦克尔在这里是 只能开牌 对 一个 4-6开的对抗 看一下我们的Luther 能不能 顶住 优势啊 不大 好像是 要提前站起来 是 是 应该是 应该是 Alex Hawkson but I'm lazy so I just 看一下 看一下 哦 合牌一张五吗 没有发出来 对 转牌吓死了 转牌是蛮惊险的 嗯 给对手太多的一个出牌 对 It's still better than the normal seat right 哈哈 哦 这手牌太大了 A8O0遭遇到了 庄位的圈圈 连续两手牌啊 拿到 哦 真的 三十 35万 十 十七 十七八个大吗 看一下 这手牌如果他的圈圈继续顶住的话 一下子又能 也是 瞬间来到一百万 可以 瞬间就可以来到一百万 你标赛后期的翻倍真的太 很大的一下子 啊 但是翻牌出现了一张A 这样的话只有两张圈的追牌 看一下转开能不能一张红桃 没有 依然是只有两张圈 对 啊 没有拿出来 那刚刚 刚刚double up的一个 积分牌马上又 还回去了 还回去了 又回到了二十三万几千 十个 哎正好正正好是刚刚的 差不多的一个积分牌 数量 两手牌大齐又大弱 哇 好多筹码 嗯 超过一百多万筹码 麦克尔利达七十六万八千 A6红桃 嗯 Headrake 选择加注四万 Loft Blink 啊 在大王位的Foxen是勾四梅花 两个人都是相对马比较深的 99万的猴手 哦 哦 哦 FloBlaher是k44 直接是Foxen 现在击中了三条 所以在这里的A-high啊 是有不错的showdown value的 看一下他怎么showdown value的 看一下他怎么选择 做一个 在11万的抵制中 做一个小的 嗯 下注 通常 经常可以show下抵制 2万8 在11万的抵制中 下注2万8 一个标准的下注 试图直接拿下抵制 不要给对手的任何一些乱七八糟的牌 多看牌的空间 做了一个 加注 加注 快速的 快打了他的三条 也希望对手 能够用 三排前的 守队啊或者k 或者是什么来抓一抓他 希望对手 不相信自己去击中 这个三条四 哇 这张A麻烦了 张A是加强了soyda的牌力 但是 如果这里fokson追枪的话 跟住会变得比较艰难 这张A反而是给soyda更大的麻烦 这两个人马都蛮深的 挺麻烦的目前对于soyda来说 而且像A如果他选择过牌 如果 这张A就很难让他去 如果他转牌 这张A没有来的话 面对fokson的第二枪 对是可以 比较容易放弃的 对他是可能会损失少一点 啊fokson fokson这里打的比较好 这一拳的过牌 却保留住对手范围里面的一些 A和K 因为这里fokson 在翻牌一个过牌加住之后 转牌并没有去再次下住 其实比较好的隐藏了他的4 而且他也很可能很担心说 对手在flop跟住之后 有一张K会担心一张A下到对手 不错 这也是一个 一个比较 好的 这里 这里soyda是 直接选择翻主动下住了 这里的过牌真的是给他下套了 因为soyda会想 对手在flop 做了一个过牌加住 然后转牌又挺枪 那他这里的A可能是大的 继续去打 继续去打 对 而且也希望能够在这面上去 要到一定的价值 要到一定的价值 所以我最后的一个跟住 会不会会让这个A6产生一种 对方 比我小但是艰难跟住的一个错觉呢 好 这个技量是在平时是可以用的 但是 面对soyda这样的玩家 他只会去打数学上的一些合理上的东西 嗯 这么明显的一个就是 Tails 嗯 不太会被抓到 因为soyda也知道Foxer是一个 嗯 老江湖了 他不太会故意录 就他如果是很明显被抓到的一些Tails 一定是故意的 嗯 甚至有可能有两重的一个反向Tails 高手对接果然 连是两次过牌加主啊 这个牌力是非常强的 这里反而扮演的真的很像 哇 这里两次跟住 两次做了跟住之后 Foxer 他要考虑到对手会不会有一些很 就是 KKA的组合了 这牌Foxer真的把自己打得很像一个界伺 面带操作的感觉 像一个界伺面带操作的感觉 底次已经来到72万6千了 对 这牌就打得这么大 两个人都是 算桌上很强 哎第一 第一场和第二场的吗 这牌soyda 丙珠呼吸 蛮难办了 这里两个玩家 all in 选择all in 66万2千的几分牌 他认为自己的 在正面上还是绝对领先 并没有绝对领先 他还是会担心对手范围里面 如果对手秒call 那就是 这没办法 对手范围里面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AAKK 但是 这里 他觉得他赢得更多 你觉得 嗯 不太好吧 应该 啊 是该牌了 哦 最终还是做 最终还是做 最终还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真的很不容易 甚至可以说是推翻了自己在之前对于这个对手牌的判断 你觉得在桌子上打牌 筹码优势和位置优势哪个更重要一点 那当然是筹码优势 筹码优势 这是要call的 一个比较经典的 笑我很开心 对 因为他在 麦克苏在call的时候 就问了你有没有一个对子 嗯 二五七的牌面 也是三张圈和三张狗出牌 准排是安全 啊 合杀 一个合杀 我每次在 旁观位置看到这种的时候还是免不了 觉得 好可惜啊 那我们不用力是 直接没有办法短马出局了 啊 于提及拿到A8同色这里是一个 标准的加注 一个四万的加注 作为场上直逼的 哇 很大的一种牌 因为两个玩家目前还是都很深 所以不需要去做很 班前很大的波动 并且实时面对对手是前支位的一个家主 如果做了三bat被四bat的话 其实蛮蛮艰难的 对 所以如果实时面对一个四bat的选择放弃 其实会损失大量的权益 好 我们把Flink也拉进来了 这牌很开心地做了个防守 三位玩家 三张草花 三位玩家全是 红色的牌 台上都是黑色的牌 大家都不太高兴 这样UGG的 Foxen是击中了顶队 而实时还依然是一个领先的超队 这里可以选择做一个保护 也是没有选择做 那继续过牌 选牌一张四 一定可以继续check Foxen这里的A8 在小芒过牌之后 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牌 是可以去像 A8直接 这里下注 十万零五千 嗯 下球也挺重的 三分之二 是 看一下 老龙应该自己选择做一个跟注 后排游戏张四 张四来说就非常好了 张四对于两位玩家来说 其实都 都算不错 Foxen这里 我会觉得自己 也不太会觉得自己有多小 是 他有一个位置上的练势 看一下他自己做 怎么会 作为如何抉择 因为对手的跟注范围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梅花A的组合 啊 继续选的架注 扔了一个计时牌 有在考虑啊 对手这里抄队的组合是有多少 对手这里 带梅花A的 或者是 天花的组合有多少 天花的组合有多少 一个个考虑清楚 然后计算一下 他这里如果做一个下注 选择过牌 会是怎么样 那过牌之后 我们的LL应该会选择 做一个下注 36万的底持 两边的后手 有些筹码是剩下85万8千 180 啊 做了一个18万 18万的下注 那跟注了 这个标准的check call bokson之后牌也是没有办法 这里 这个牌已经是 4已经是发的最好的一张牌了 几乎 又是他们两个 两个生马做上下加 对彼此来说都是一个 比较尴尬的场地 那 Foxson是最尴尬的 因为下加是 一个很优秀的 短桌玩家 并且坐在自己的下加 但是 两个人位置互换的话 Foxson就很开心了 这的话 厉害的人做下加 而且厉害的人还有筹码优势 嗯 嗯 刚刚你问的问题 筹码优势和位置优势 虽然说筹码优势是比较 能看能看到的一个 一个客观的一个优势 而位置优势是人流的 但如果如果规则上是 让我一直拥有位置 就我把把都有床位的话 那我当然选位置优势 因为这样子很快 我的筹码也会有优势 在TURN上 大王的撑溜 是击中了两对 Foxson这里试图去拿下底持 他的食物杂色 好 好 隐藏了牌力 做了一个跟注隐藏了牌力 直接合牌是 来到Fox Foxson这里 完全没有开牌价值 这个牌如果要偷的话 要不然就放弃 要偷的话要打的 重一点 其实底持不大 他这里如果打 八万 至少得打八万嘛我觉得 他这里如果要偷至少得打八万 而且因为两边玩家都 都筹码满身的 可能要打一个超级也有可能 去扮演自己有花 撞到对手是顶端范围了 七万两千 可以 可以 这里我们的Lenis Love 只要想的是 对手是什么牌 对手能call自己多少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也好希望 经常面临他这样的思考 你不用担心对手 不用担心 就是我大还是你大 我只要考虑你能跟多少 你再来预测一下他大概会加住到 这里应该三十万左右吧 二十五万 这里应该三十万左右吧 二十五万 三十万大了点 三十万太大了 直接是抓对手花了 对手其实大概率是跟这张六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 因为虽然他转牌击中了这张六 然后同时他在翻牌有一张圈的 早就击中了 但是对手会觉得你转牌没有加住我 那么你两队的概率比较小 两队慢打的两队嘛 一般情况下都是快打 所以这里两队的组合很少 而且我想如果你 在翻牌 你在转牌的call 如果你跟这张六没有关系 就这张六没有提高你的话 那么你应该是在翻牌就有一个击中 那么大概率是什么中圈啊 或者是中一些 中另外一张 所以翻牌如果有击中的话 他会把对手 就是Foxson会把对手的一个范围 就是架在翻牌的击中 而不会考虑这张转牌 所以合牌 如果出现这张repeat六 他是可以偷的 但是如果是repeat圈的话 他不一定偷得动了 明白了 因为这张圈是更高概率 可以提升到对手的一个范围 转牌的一个六的击中太隐蔽了 这一手牌 UT这个99是 直接选择了O1 99非常大了 然后实时是 在庄位选择跟注 99非常大了 这个比赛 看到现在为止 很少看到99对方是 是这样子一个 口袋队之间的压制 蛮少的 而且不到10位BB 五人桌嘛 嗯 五人桌99已经天大了 哈哈 MICLE SOYDA的五五 对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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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命啊 这真的是有命啊 这个时候 MICLE SOYDA又要开心了 哈哈哈哈 张牌就是被他叫出来了 说完之后他说啊 来个10来个9 这样子我就会开心一点 他现在应该超开心 哈哈哈哈 就错过了一次set overset 自己逃过一截 对逃过一截 逃过一截 啊可以看到这里 谭轩是来到了84万9圈的起门牌 蛮厚的 你说到底要打多久的牌 才能对这种牌出现的时候 内心不起波澜呢 得看得看这个牌值多少钱 哈哈 对啊不一样 好这里谭轩 A2 A2撞到PetersA6 而且对手是直接击到了 击中了一个名三条 顶对的 顶踢掉的名三条 可以看到非常快啊 一个级别都没有结束 一个级别刚结束了 变成34人了 对 掉了一小半 十几个 掉了一小半 从50多名 这里是15 13万5000 3万5000 然后 坦轩做了一个小的CBAD 3万5000 看一下Peters 这里怎么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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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这种牌 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牌入 翻牌前加住到5万吗 5万5万加一个小盲加一个ante正好值是35000 然后Flop有一个35000的下注 然后加注到9万 好 这里是选择跟注 谭轩觉得自己的A还是有一定领先的概率 抵持一下子膨胀到31万5千 这个又是他比较习惯的一个后卫飘移 转牌草花石 谭轩 还蛮喜欢看到这张牌的 因为他毕竟有一张梅花A的保护 对 所以这张梅花石对于他来说 又是一个提高他支付能力的牌 看一下Peters在这里会怎么选择 31万5千的地池 下注13万 做了一个10万的10万零5千的下注 真正好好 真正好好的三分之一 31万5千的地池中下注10万5千 面对这样子一个三分之一的下注 谭轩这里 梅花A的防守还是要靠一枪 然后在那边看起来 不知道Peters的形象如何 Peters一直是一个很GTO的形象 也就是说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形象 也就是说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形象 因为他们都是打自己的系统 选择all in 底齐是12万 然后选择all in了自己的后手30万5000 这就打还是一个相信和不相信了 他也试图去 就是需要对手的一些花和overpad的一些价值 自己输的只有对手转牌和合牌空降的runrun的池 但不太会 因为在这个line上 谭轩是在翻牌就已经去cpad之后跟住了他的过牌家主 那么张10反而其实不在他的范围内 就很少很少 非常少的10的组合 就算是有10的组合也应该是梅花10的组合 所以张梅花10出现在台面上 他就知道对手的 这里的10组合几乎是没有的 对所以自己的牌 在基本上就可以绝对领先 几乎是没有的 好佩服他们 他们做完动作之后就宛如雕塑一般 感觉呼吸都没了 这里谭轩在Peters眼里 这里谭轩存在的有10的组合 是1010 但是 该牌了 A还是抓不动 是比较 真的是比较可能性的只有1010之后牌 其他10的组合都是梅花10的组合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冲基金的掌门人啊一个大佬 非常非常有钱 这级别的盲注是一万两万五 我们下个其他 现在只剩29个人 打拍是非常厉害的 在企业家中企业家中是比较厉害的 好可以看到这场比赛 117手买入还剩下29名玩家 这个牌对于davis来说是不错的一个翻牌 杂花面啊他有一个上两头顺的 很棒的一个牌 下个其在这里是选择做了一个四万的持续下注 特别好啊这个牌 并且还有一张梅花漆在台面上 给他带来很多后门听花的一个可能性成长 做了一个谨慎的跟注 最好的牌是梅花五 全牌是一张白牌 一条二 继续选择果牌 如果这个老A子要在这边去办一张A的话 应该会去再做一个持续下注 对 两枪double barrel 这枪也不是特别的重 对 二十二万五千的抵制中下注七万五千 嗯 一二三分之一 因为现在牌面还是比较干燥的 他如果是有A的话 的确是可能会下这么小 去缩取value 这里是一个很轻松的跟注了 那就是 他希望在合牌看到低的 他没有看到啊 但是 买了两枪没买到 并且让对手有了一个很强 最重要的K 是 很强的一个show down 那么这手牌 看一下他这里 选择放弃了 这手牌为他赢到了二十万五千的筹码 如果需要 我们的盲柱 级别依然是一万两万五 同时也要去 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去防守 自己的体系 就是你按你的 你的体系来打 不要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对 就是他强任他强 清风虎山岗 那种感觉 嗯 不动庐山 上回被 是拿到A9不同色 做了一个加速 加速到 六万 直接被推一脸了 all in 38万 十多个BB 好 枪口位的A9 啊 很难call了 因为面对 对手面对他枪口位的一个 家主直接是觉得 三万到all in 但是A9是call不动的 落后于对手的范围 盲柱现在是来到了一万五三万 目前胜利人输28人 可能在十分钟之内 至少会到三个人 i think you had a longer walk over to the desk 又一次长毛了 我帮你计时 看看这个 预测怎么样 准不准 i wonder how big the bet would have to be for us to do that 二十二点三十八分 这些是伦敦时间二十二点三十八 十分钟后 可以掉三个 十分钟会不会太短 但是大思考 你要给我多加一点时间吗 看到我们关系这么好的份儿 然后找你一分钟 看到我们关系这么好的份儿 然后找你一分钟 十一分钟后 十一分钟后 好的 我以为是让我一个人 哈哈 又来到一手盲对盲 580 ok i shall raise small to 80 thousand 他很喜欢讲话吗 在桌子上 他 因为前面看起来 他好像是一个 就是动动会比较多 不是那种poker face的类型 最后排他选择用一个底端范围去选择做一个加注 Antonius这里是拿到了一手k high 嗯 在盲队王的时候k high很大的 他就选择抵抗 去把握住自己的一个位置的优势 看一下我们的翻牌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底池已经来到了19万 flop 6 9 go 彩虹面 两位玩家都没有任何的 啊 有一个击中 有一个抵队的击中 Antonius 99万后手的carrier应该会选择做一个 Z bet 看一下在这样子干燥的面上 能不能 直接拿下地池 因为他的8high啊 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开牌价值 互相在这个有击中的情况下 是不是至少会抵抗一条街 对 转开一张5 给他一个卡顺的机会 但还是不太乐观 还是不太乐观 还是不太乐观 这牌有的时候 真的发生期不知道自己在哪 感觉 会有这种感受吗 嗯 发生期还是知道自己在哪 毕竟是一个单挑 网对网的单挑 网对网的底势 对 这里 他选择过牌 那这里Antonius是有摊牌价值 是不会打的 而且他的6 不足以去拿IY6 标准的过牌 那两边都过牌之后看一下 盒牌他会不会选择 再一次选择下猪偷吃 还是已经放弃 盒牌的一张2 并没有改变任何的局面 我直接选择alling 打得非常 非常的激进啊 他知道这里 是一个超齿 对 他知道 这里面对对手的一个 哇 这里打得好好 这手牌打得非常好 这个move 因为 Antonius在后置位啊 在转牌时选择了快速过牌 那么他的范围的确是被封顶了 这样子一个干燥的面 很难抓啊 太多了主要是 太多了 这我还太多了 这我还太多了 Antonius 只有一个6 只有一个6 但他也会要想 这里对手是 这个故事讲的有点太讲不通了 大概率是在偷了 但是实在是 太多了 实在是太多了 这里对手大概率是在偷 但是你的牌实在是真的不够看 只有一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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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急化的范围 对手在这里直接打我了 你什么牌啊 两队都要拿价值的 而且对手是在 三条也要拿价值 而且队友是在TURN上进行了一个过牌 而合牌选择超时就很 他只能扮演一手 在TURN上自己拿到了绝对强牌 然后把价值打到后面的感觉 对 只有非常少的组合 太极端了 太极端了 这个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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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感觉 Antonius这里很有可能 很有概率会抓掉他 太精彩了 很有概率抓到他 太精彩了 Antonius是一个 蛮敏感的人 他觉得不合理的故事 他很有可能要抓的 5秒钟之后 他又要再用一次计时牌 4次计时之后 这个时间也是给他非常紧迫的压力 这个牌如果他能抓上去 就是一个神抓了 对手的故事的确是讲不太通 最后一个 对手的故事讲不太通啊 一般来说再次确认底牌 是会感官上有一个4牌的迹象 再次确认底牌的时候 大多数人 当然不太适用于我们现在的这种桌子 对手的合选手 还有13秒 他还剩最后一块 即时牌 CALL WOW 跟注漂亮 漂亮 非常漂亮的跟注 因为对手这里的故事 的确是讲不通啊 我会有很多时间 我会有很多时间 对手这儿